第2391集 五大天君 这个极其高傲的年轻人应天晴居然修炼成了天君 而且身躯之中似乎有很强大的诸天神物气息 不过在诸斗无敌的天君面前倒是算不了什么 虽然是这样 但是无论是法界之主还是鬼界之主 还是天天五大天君都对这个年轻人有深深的忌惮 因为他背后的战争之主 我们一起攻打纪元门毁灭方寒 有什么不妥当 小辈 法界之主说话 你父亲应先天圣堂之主的转世 刚刚死在了方寒的手中 尸骨无存 作为人子 你是最希望要报仇的一个吧 前辈说的是 映天晴的眼神中闪出出了仇恨的光芒 我毕生 弑杀方寒 不死不休 这不共戴天之仇恨 永远无法化解 不过我这次前来 是转告师尊的传信 现在不是去攻打纪元门的好时候 哦 战争之主有什么建议 他冲击先王之道 还在做死官 再难天君问道 不错 师尊在做死官 用无穷的力量 感应永生之门的存在 获取其中的永生之气 来转化自身 还差一步 就可以晋升为先王大道 石破天晶 应天晴缓缓地 与其中有一股独特的压力 他已经推算到了消息 支持方寒的神族圣王 终结圣王 已经返回了神族的大本营 祭炼十祖圣王 遗留下来的造化神奇大府 彻彻底底地恢复了力量 而且 他也在闭关冲击大道 但是随时都会因为方寒的事情而惊醒 到时候 相隔诸天万计 义府批来 和方寒配合 诸位也恐怕 难以承受两人联手的攻击吧 哦 还有这回事 法界这主脸色凝重了 这些人联手攻打纪元门 足够可以打破单界的精臂戏 哪怕是纪元门中 还有另外天君 比如世家天君转世的风白雨 玲珑 不过都还没有成就气候 被这些人攻打 一下就可以被斩杀 就算是多了一尊混乱天君 效果也是一样 但是加上终结圣王就不同 这尊太古杀神手持造化神器大斧的话 配合方寒只怕是要翻盘 所有的人都得死伤惨重 虽然传闻之中 造化神器大斧在斩断世界之术的过程中 遭遇到了鸿蒙道人的天元一计 已经破损 但是破损的造化神器 依旧是造化神器 一辅之为 先王之下的存在都难以抵抗 战争之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混沌天君说话 我师父说了 现在终结圣王 在和他抢夺先王大盗的器语 触摸命运的轨迹 如果终结圣王晋升先王 必定要掠夺冥冥之中的器语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亲自出手 去解决终结圣王 到那个时候 诸位就可以一起联手 毁灭方寒 当然 也可以阻止方寒 去帮助终结圣王 一举两得 诸位在这一段时间中 可以联合更多的高手 为毁灭方寒做更大的积蓄 比如 魔界还剩下的春秋之主 还有忍界之主 作为强横的五界之主 诸天万界诸多的主人 都在你们的拉拢之中 对了 这次 猎杀混乱天军的行为 书界之主 为什么没有前来 颖天晴现在说话之间 居然都有了一丝大加风度 晋升到达无上天军的他 经过了战争之主 这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的教诲 已经隐隐约约 有了一种超越他父亲的味道 书界之主 是一本造化先王书写的 诸黄五经 是强横的存在 麾下更有许许多多的高手 灾难天军说 书界之主 正在参污一门大盗 不日也要出事 来积蓄力量 攻打纪元门 也不是什么难事 诸位 既然战争之主 不日就要亲自动手 解决终结圣王 那我们也就暂时隐忍一二 等积蓄足够的力量 再一举扫荡纪元门 宅杀方寒 不错 说实在的 我们这些人一起联合起来 倒是能够把纪元门毁灭 可是要杀死方寒 却也只有六成以上的把握 此人法力修为如此之高 就算是在最后的破灭关头 他也可以抽身而走 逐天万劫之中 任凭遨游 一旦杀他不死 反而要防备他的反扑 个个击破起来 也是异常麻烦 所以我们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必定要直接灭亡 甚至连封印都不要 免得跟当年终结圣王一样 混乱天军说 这样 诸位我们还拉拢一些强横的高手 比如人界之主 五界之主 对 尤其是五界之主 他的武道修为 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由他出手 可以正面压制住方寒 而人界之主 擅长刺杀偷袭 隐藏在黑暗之中 突然出手 就可以一举把方寒击杀 牵制住他的逃跑 不错 诸位 为了毁灭纪元门的大计 还是一起前往我们天庭 商量大事如何 永恒天军笑着 邀请在场的诸多天军 方寒已经成为了大敌 我想在场的诸多强横存在 都没有一个可以正面 抗衡方寒的此人的吧 杀戮天军穿着一尘铠甲 手持大剑 是一尊杀戮之神灵 第二千三百九十二级 天母 天庭的五大天军 此时在这一个联盟中 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是别的 是因为有了三十三天至宝 联合起来的力量 是在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抵挡 就算是众庙之门都抵挡不住 这并不是说真理先王 缔造的众庙之门不强横 而是他们不是先王 根本无法催动 诸天神物的力量 诸天神物虽然强横 弊端也很大 就是要随着使用之人的力量强大 才能够催动得了 自身不强横 不但催动不了 还要被其中的阵徒反噬 而圣品掀起就不同了 自身就具备强横的力量 根本用不着任何人的催动 就可以横扫 好吧 暂时就去天庭商讨事情 召开一个大会 组成一个猎杀纪元们的联盟 同时等待战争之主的出手 而且我听说 世家天军转世归来 再度修成了天军 对于佛界之主 现在的世间无量王佛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佛界也有即将出手 对付纪元们的征兆 当然龙界更有对付纪元们的余味 要知道 方寒把八部浮屠修炼 到达了圣品掀起的境界 而且更为厉害的是 八部浮屠领悟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有晋升造化神器的希望 如果方寒这小子手中的八部浮屠 晋升为造化神器 那现在的龙界之主八部天军 恐怕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样也好 龙界也是一个不小的势力 让他们对付纪元们打头阵 可以减少我们不少的损失 佛界的底蕴也非常雄混 可以对纪元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就彻底地商量一下 让佛界 龙界和纪元们两败俱伤也好 法界之主微微沉思了一会儿 现在我们去天庭商量一下 顺便交流无上道书 天地大破灭的结束即将来临 我们也必须放开成见 好使得自己能够安然肚结啊 鬼界之主身去一洞 在无底深渊之中冲了起来 顿时即 在场的诸多天军纷纷冲了起来 整个绝望平原的卫面 彻底崩溃了 再也不复存在了 无底深渊再次寂静了许多 此时此刻 方寒和混乱天军 羽黄也冲出了无底深渊 站立在天界的深处 一个神秘的时空断层中 看着黑气滚滚 误会至极的无底深渊 眉头皱了一下 我以为天天五大天军 还有法界之主他们 都会追上来的 却没料到 他们居然会直接离开 难道是没有把握对付我们 或者是 因为终结圣王的关系 的确 方寒你现在的修为 已经差不多是 终结圣王的水平了 无限接近于 十个纪元绝顶的修为 他们这些人可以击败你 但是你要走却完全可以 甚至以后可以 把他们各个击破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 会召集更多的存在 来彻底击杀你 把你杀死 毁灭纪元门 混乱天军猜测得十分准确 这一点我早就知道 方寒点点头 而且你刚才看到没有 那个年轻人 说话就 方寒手指弹动 一道道的图画凝聚成形 既然回放出了诸多天军 交谈的画面和声音 那应先天的形体 居然也直接在眼前出现了 混乱天军说 应天情居然也修成了天军 拜战争之主为师 战争之主如果出手 非同小可 不过现在终结圣王 恢复了所有的力量 手持造化神器大斧 也有抗衡之力 两人要在这一次 天地大破灭之中 都晋升为无上先王的存在 难免要遭遇到横空搏杀 只能有一个存在 对 方寒看着这些天军 说话的影响 脸上渐渐显现出了笑容来 随后又推算了一阵 凝重的 烟水天 被永恒天军不知送到 哪个天界老古董的麾下 天界除了战争之主以外 还有那些逆天的强横存在 我倒是推算不出来 却是被三日三天 质保中的周天仪 干扰了天际 圣品掀起周天仪 在天天五大天军手中 干扰推算天机 无往而不利 除非是方寒 镜中再度参悟 否则的话 永远也无法推算得到 混乱天军 知道的东西非常多 唯唯到来 这个我也有一些疑问 天界之中一些上古大能 实在是太过久远了 就算是战争之主 许多人也不以为她还活着 不过我倒知道 很久以前 有一个女子的教派 叫做天仪母教 其中的无上教主 叫做天母 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女子 曾经在很久以前 和树道的万寿之主都交手过 不过传闻之中早就泯灭了 母教也早就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在许多纪元之前的母教 掌握了无数个位面 诸天万界的一大半 横河沙术一般的巨大帝国 他们缔造的世界 全部都是以女子为尊 任何男子都是奴隶 随意可以打杀 天仪母教仇视一切男性 认为世间应该是以母为尊 我记得在数个纪元之前 永恒天君和母教的 一位女弟子有牵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有可能 那母教已经在天界 神秘的地方复活了 随时都要卷土重来 而且永恒天君把烟水天 送入了天仪母教之中 被洗脑之后 才会带领女子前来 向你攻杀 当年 天仪母教还占据了 一个文明史 在一个纪元之中称雄 甚至让许多男性天君 都当作了奴隶 天仪母教的弟子 每一个弟子的修行 都是要爱上一个男子 然后把那个男子斩杀 从而修行成为无上大道 的确有这样一个教派 不过这个纪元从来没有露面 上一个纪元也没有出现 方寒搜寻着庞大的记忆库 修为越深 感应的东西越多 方寒就越知道 诸天中有很多的奥秘 比如现在 混乱天君所说的 天仪母教 还有那天母 可以媲美战争之主的人 许许多多天君 都没有听说过 是被人遗忘了的历史 但是现在 以方寒的修为 全心全意 境中参悟 就可以感受到 一切种种的端倪 这天界实在是太大了 许许多多神秘之地 方寒以现在的修为 都无法探索完全 诸天之中 一些强横的存在 隐藏了几个纪元 都不出师的人物 也无法完全推算 更别说 永生之门中 还有一片新的天地 一些秘密 如先王的归宿 鸿蒙道人 那些人到底去哪 方寒也不知道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停地 增加自己的实力 变强变强 再变强 只要一路强横下去 一切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只要他修炼 到达了仙王 那诸天之中 还要神是他的对手 天以母教 母系社会 一切以女性为主导 男子只是奴隶 方寒暗暗推算 淹水天在其中 被天母那种高手 叫化洗脑都爱 还真有可能 对我不利 天母虽然不是仙王 不过力量丝毫不在战争之主之下 倒守一些棘手 在时 我还得要提升实力 到底要如何呢 方寒知道 不日之中 战争之主就会对 终结圣王动手 到了那个时候 天天五大高手 法界之主等人 也就会来攻打 纪元门 元界 自己如果还是 现在这个修为 那肯定抵挡不住 要知道 他们还准备邀请 五界之主等人 就光光是一个 五界之主 肯定能够跟自己 平分求色 再加上诸多 凶神恶煞的巨头 自己恐怕要遭遇 灭顶大祸 可惜的是 现在他的实力 又已经达到巅峰了 短时间之内 只能够消化 诸天神物 想要再次提升 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了 当然 除非能够寻找到一件 强横的诸天神物 那样的话 他就有可能冲击 十个纪元的恐怖修为 到达中阶圣王 那种层次去 现在 诸天万界的天军 非常之多 从一个纪元的修为 到达九个纪元修为的人 倒是有不少 但是十个纪元的修为 就是天军中的无敌强者 一步踏上去 半只脚踏入 先王的境界 那是很难以晋升的 方寒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面对 无数高手的冲击了 遭遇灭门大祸 必须要再次晋升 才能够横扫朱天 他庞大的记忆库在猛烈闪烁着 准备寻找出最好最快 最稳妥的修炼方法来 走 我们先回元界再说 刷的一下 方寒还混乱天军羽黄 流星一般在天界空间乱流中穿梭着 很快就来到了极光带 看到了元界椭圆形 耸立在一片绿油油的树荫卫面之中 在元界外面的沙罗古树卫面 越来越茂盛的古树 凭借世界之树的元气 汲取着诸天中的养分 衍生到达了各个外面古界 极光带被庞大的进法催动 一步一步地向着元界金碧系靠了 有的光芒居然渗透进了金碧系之中 成为了金碧系的一部分 这是玲珑仙尊风白雨 在催动鸿蒙殿的力量 炼化整个庞大的极光带 使得极光带和整个外面融合 那就可以让外面的防御能力会增加十倍 真正是坚不可摧 风白雨是世家天军转世 神通道数无穷奥妙 在当年和终结圣王是一样的人物 只可惜陨落 不过现在逐渐恢复了记忆 法力越来越深奥 是方寒麾下的第一得力干将 没有人可以超越得了 就在方寒到达元界纪元门山门的时候 弥宝居然在渡天军大劫 一道道龙蛇式的电光 九幽神风 五蕴神盲 六贼心魔 七窍欲望 都围绕在弥宝周围旋转 使得弥宝几乎是喘不过气来 而风白雨玲珑都守护在弥宝旁边 在暗暗观察着 方寒和混乱天军 羽黄降临 方寒一降临下来 大手一挥 立刻是解 从火界之柱那里取得的世界之树碎片 化为一道奇光 融入元界中央那棵世界之树中 顿时 世界之树再次完整 先天本源扩散了出去 一股世界之力渗透进了弥宝的身躯之中 捷运化宝 助我神威 立地成君 大道如天 弥宝的口中 冲出来一道道的波纹 在那波纹震荡之中 天结突然在他头顶上停留下来 在他强横的法力之下 居然化为了一道道的符文宝光 最后整个天结凝练成了一尊法宝 一尊像是分宝岩这样的法宝 居然把天结凝聚成法宝 这种行为也是大气韵者才能够拥有的 跟风白雨都一般无二 把结束凝聚成了一条护法龙神 天结凝聚成的法宝逐渐缩小 一下就没入弥宝的眉心之中 弥宝睁开双眼突然产生了蜕变 强大的天君本源 从身躯中喷勃出来 全身霹雳啪啦的 霹雳电光作响 弥宝身躯中的分宝岩突然冲出来 最深处显现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宝子 没错 就是宝子 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诸天神字 宝 分宝岩的最终秘密就是这个 弥宝获得了一个宝字 脸上显现出了一种明雾的光 沉静下来 看着双手 我终于修成了无上天君 雷蒂天君 你在我父亲飞升的时候居然降临下来结束 我要亲手把你斩杀 让你有生有世在痛苦之中 遭遇到最终的证物 第2394集 去神界 弥宝对于雷蒂天君 有着刻苦铭心的仇恨 现在他知道 当年在世俗之中 宝主飞升 携带分宝岩 遭遇到达了结束 就是雷蒂天君降临下来 可以说雷蒂天君 就是他的杀父仇人 方寒你回来了 远古圣堂夺取到手了没有 玲珑风白雨 看见方寒脸色大喜 随后看见羽黄修成天君 身上有仲裁之主的气息 顿时点点头 都知道 方寒这次肯定是大功告成了 夺取到了 融入我的身体了 远古圣堂之中 足足有十条天脉 雄魂无边 足足可以支撑起纪元门修行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 方寒淡淡说 手指一弹 一道天脉飞了出来 在这元界之中旋转 沉淀了下来 世界之术越发的茂盛 遮天蔽日 渗透出了金碧系之外 如果这个时候 有太古大能在虚空中 看着这元界 就会发现元界外面 是一层又一层 密密麻麻的树叶 树枝 只要有人一靠近 树枝树叶 就会把天军卷入进去 直接吞噬掉 化为树身的养料 混乱天军 风白雨也看见了混乱天军 连忙上前见了 石家天军 你终于转世归来 想当年你是佛界中人 我是天界中人 我们是交战的双方 想不到时光逆转 我们居然成为了同盟 混乱天军声音悠悠 时光在他的口中流逝 似乎是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过去 我们都凝聚在了方寒的身边 我也不是什么世家天军 而是纪元门的风白雨 混乱天军 你这次从无底深渊之中出来 可是因为天庭五大天军 终于联手炼制成了三十三天至宝的事情 不错 天庭五大天军 已经炼制成了三十三天至宝 威力极强 我都无法降服 而且我纪元门 很快就要遭受到攻打 有灭门之祸 羽皇叹息了一声 把无底深渊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当下 纪元门中的所有巨统都端坐了下来 看着方寒演化出一轮明月 明月之中 掩饰着自己在无底深渊吞噬许多天军的情况 甚至大战雷帝天军 收取走五行古字 虚空二字 雷霆二字 节字的清醒 众人看得是心神摇曳 不能自持 看着方寒的眼神 就好像看怪物一般 就连混乱天军的心中都暗暗吃惊 想不到方寒在无底深渊中 足足吞了接近十尊天军 事情的确是很糟糕 看完了所有的景象 众人都陷入到沉默之中 两久之后 风白雨才缓缓开口 这事情 有一些危险 而且世界之术的主干 沉默之中 已经被神界的高手 积燃成了一件法宝 镇压神界器语 你要从中取得 就等于是颠覆了整个神界根基 他们会允许你这么做吗 的确是不允许我这么做 不过 我自然有办法 神族现在的领袖 天妃乌魔是一个聪明人 自然知道该怎么选 方寒目光看向了混乱天军 天妃乌魔此人智慧深不可测 的确是可以和他谈谈 混乱天军和天妃乌魔有着许多次的伤害 对付天妃乌魔的布局 知道得非常清楚 其实 方寒你并不是神族的敌人 天庭才是 所以 神族才屡次联手进攻天庭 如果你表现出了自己 足够可以合作的实力 的确是可以和神界达成协议 神界是不可能和天庭合作的 是值得争取的一个对象 风白雨点点头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可惜的是 佛界虽然和天庭也势不两立 但是却无法成为我们的盟友 在对抗天庭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防备佛界背后 给我们插上一刀 世间自在王佛 是自在王佛的师弟 虽然不是先王的修为 但是修为却不在我之下 他经历了许多次古老的大劫 曾经释迦天君的陨落 也有他的影子在其中 本来释迦天君应该是佛界之主 但是世间无量王佛 却窃取了佛的荣光 成为现在的佛界之主 这一点造就了 他必定要杀风白雨 消除最后一次隐患的结果 也是我们纪元门的敌人 不过他不会和天庭联合的 有可能是在暗中窥视 等待天庭和纪元门交手的时候 偷袭双方 好作渔翁之力 同样的情况 龙界之主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对抗天庭的时候 同时要预防龙界 佛界的侵略 这是纪元门的一次大戒 这次大戒如果渡过去 那纪元门就可以成长为庞然大物 方寒一句一句地述说着 计划起来井井有条 混乱天君 你去联络宝界 把宝界的一切都和元界合并 而我去神界见终结圣王 其余的人 你们去火界 毒界 镇界 井界 汤界 把这五大世界全部细卷过来 扩张我们纪元门 与此同时 把五大世界卫灭 运转天大神通 融入元界中 再次加固 我会密切地关注世界动静 只能这样 抓住一切机会备战 纪元门的生死存亡 就看这次 许多人都点点头 其中有一些机缘门的弟子 如星云宝宝 加兰等人 都想修成无上天君 他们也有了希望 因为方寒这次归来 从无底深渊之中 带来不少诸天神物 不过他们仍旧需要极大的机缘 并不是随随便便 就可以冲击天君大位 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 方寒起身 离开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元界 元界的实力越来越雄浑 风白与羽皇 米宝玲珑混乱五大天君坐镇 无数弟子 更有鸿蒙殿这样的神物 等闲之位都不敢来撒意 尤其是混乱天君 法力深不可测 三十三天至宝都斩杀不了的 联合宝界 守护元界 倒也不是什么困难 最起码只要天庭不联合 诸天树界进攻 元界就固若金汤 极光长河在外面守护 世界之树冉冉生长 元界已经被缔造得差不多 可以和天庭媲美了 要知道 鸿蒙殿也镇压在其中 再加上以前丹界之主 缔造了一些阵法 被方寒一阵祭练之后 更加完美了 脱胎换骨 改天换地 元界现在所有的丹药 灵脉 道书 法门 神物都无比充沛 是任何一个大势力都无法比拟得了 这些弟子的修为 比每一个门派世界的弟子 都要更为快速 修为更加精深 加以时 如果有机缘 肯定会有一些高手 晋升为无上天君的 比如那个老古董 赤海摩尊 也到达了晋升的边缘 只是迟迟不能够踏出 最后一步而已 赤渊魔尊 新魔之主 你们都是魔道中的翘楚 现在应该恢复力量了 魔道的血河之主 鸣骨之主 坟墓之主 逆魔之主 全部都斩杀吞噬 原始魔宗已经灭亡了 你们速速归来 随我一起到达神界 等我获得世界之术 借助元气 晋升十个纪元的天军巅峰之后 再寻找魔宗最强横的神物 三生石 一步踏出了自己缔造的元界 方寒在空中一手一手地刻画着字迹音符 突然一下打入虚空之中 传递向冥冥之中的远处 他只是在召唤赤渊之主 新魔之主 也就是在世俗中的赤渊魔尊 新魔老人前来 他这次去无底深渊 也是打算寻找两个人的下路 却意外地被事情给耽误了 不过还好 他的倒数已经达到了召唤诸天的境界了 一个震荡进入虚空 两个人肯定会清楚地感觉到的 任皇笔 你也速速先来 集中所有力量 拯救机缘门之不灭神威 这个天地之间 只有我方寒才是唯一的领袖 又一道音符打入虚空刷的一声 方寒就消失不见了 等过了数个时辰 天界烈日起落循环 方寒就已经撕裂了一处缝隙 看到了天界之外 那巨大浩瀚 星河宇宙 众神居住之地的神界 神界 方寒这是第一次来 但是他和神族打交道 却很久很久了 在士族之中 还是神通秘境的时候 就已经靠斩杀神族 获得第一桶金了 现在看着浩瀚无边的神界 心中有一种感慨万千的味道 因为他这次来 是和神族结成联盟的 曾经的最大敌人 现在却要结成联盟 世事难料啊 当年神族入侵玄黄大世界 方寒是抵挡入侵的第一先锋 不知道斩杀了多少神族 神界就在眼前 浩瀚无边广阔无牙 传闻之中乃是天地初开 始祖圣王一幅开辟出来 缔造了诸神 每一次天地大破灭 在混沌之中 始祖圣王都会手持大幅 开辟神界 以方净土 使得神族自始之中 是最为强横的种族 每一尊神族一出生下来 寿命就无穷无尽 和天地同寿 这也是始祖圣王赐予他们的 无上生命力 对于诸天中的任何种族 都有优越性 神族一向就是 统治 高贵 冷酷的代名词 方寒一步 从天界踏入了神界 立刻法则变化 时空转换 一股股的神之力包裹着他 如果是外来人 足可以被神之力毒死 但他却不同 现在他何等的修为啊 就算是生生撕裂神界 也算不了什么 神界是浩瀚的星河宇宙 不过和氏族中的星河不同 神界的星球 一颗一颗巨大无边 每一颗都呈现出了 无比坚固的紫色 那紫色的星球 高贵雍龙 处处地显示出了 统治诸天的味道 方寒一眼看了过去 千百亿万的星球都在眼中 那些星球之上 密密麻麻地居住着神族战士 有神君 神王 神皇 神尊 神帝 等于是神通秘境 长生秘境 仙人境的高手 神界横河 沙树一般的星球 每一个星球之中 都居住着数十亿的神族 形成了诸多的家族 势力 国家 部落 联盟 方寒现在的修为 一眼看过去 头皮都发麻 这么多的神族 如果全部降临到达天际 只怕天界立刻就要被神族占领 什么天庭 起源 王朝 真理 圣地 都会沦陷 当然 种族之间的争斗 主要是看最强者之间的差距 而不是数量 不过像神族这种数量聚集起来 也是很恐怖的 方寒就感觉到 如果上百万星球上面居住的 神族力量凝聚在一起 化为神通仙术洪流 也可以抵挡住天军的进攻 当然 不是方寒这种天军了 世界之术的主干 就在神界最中央 我似乎感受到 好强横的力量 方寒并没有理会 横河杀术一般的星球上 居住的神族 而是直接看向了神界最深处 以他的无上法眼 瞬间就看到 一桌通天神木 横观神界的最深处 这神木屋边巨大 甚至比起天庭十万大洲 都要大得多 方寒可以看到这通天神木上面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卫面 那树皮 年轮的纹理 甚至都是一个卫面 世界之术名不虚传 包含横河杀术一般的世界 方寒得到的那些碎片 缔造出来的新世界之术 和这主干比起来 简直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方寒身躯中 每一个晶体神锅都在沸腾 他也感觉到 自己只要炼化了 这世界之术的主干 自身法力就可以提升 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到达终结圣王那个层次 他身躯再次移动 冲向了神界中央的 世界之术的主干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股淡淡的法力 波动响彻起来 随后 无穷白发凝聚成海洋 出现在方寒面前 纪元天君 你来到我神界 怎么不打个招呼呢 天妃乌魔 终于出现了 白发三千丈 漂浮在空中 容颜秀丽 双眼中 闪出出来智慧的光芒 这是一种掌握 教化的万古圣贤的神光 他一身白袍 两手空空 脚踏神界的虚空 对着方寒冉冉走来 每一步 都有独特的音律 可以把诸天都震动起来 这样强横的法力 就是天妃乌魔的真身 绝对不是以前的化身 方寒见识过天妃乌魔的 许多化身 每一个化身 都蕴含着许多的奥妙 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刻 又如此的强大和睿智 这就是天妃乌魔 真正的教化圣王 乌魔姑娘 别来无恙 今天才终于见到你的真身 方寒看见天妃乌魔 出现在自己面前 心灵一动 停留下脚步了 他倒是知道 自己只要是进入神界 就隐瞒不过这尊圣王 神族三大圣王 始祖圣王 终结圣王 还有就是天妃乌魔 这尊教化圣王 始祖圣王是先王 不用说 终结圣王的凶威 也已经传播向诸天万界 天妃乌魔的实力 也极其强横 就算是现在的方寒 也恐怕觉得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来收拾掉的 当然 天妃乌魔虽然强横 也不可能比现在的 方寒更强横 现在的方寒 秀为到达了 九个纪元的巅峰 凭借身上天葬之官 风禅祭坛 远古圣唐等无上宝贝 就算是终结圣王 都可以平分求色 天妃乌魔看着方寒 慢条思理地说 方寒 我就知道你的成就 非同小可 纪元天君 现在名头已经传播 向诸天万界 一颗明星冉冉升起 而你 居然一人一力 把魔门的四大魔主都灭了 还和天田五大天君交手 连三世三天至宝都奈何不得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居然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知道 消息灵通了 方寒淡淡一笑 她深渊一战 在过去没多久 居然天妃乌魔就立刻知道 这就显现出了这个女人的恐怖来 天妃乌魔微笑着 哪里哪里 天庭的诸多高手回归 还带了鬼界之主 法界之主 真理圣地 启元王朝的诸多高手 一起在天庭聚会 现在我们神族 海族 蛮族 兽族 我们的攻势全部瓦解 各自都退回了 尤其是蛮族损失惨重 一连两位天军级别强者 都被斩杀 最后那天界蛮荒深处之中 蛮族意念出现 才使得蛮族大军退去 与此同时 在这一顿交手之中 天庭关于你的传闻 已经真正传播了出去 这次我神族大军 也损失惨重 天庭没有攻打下来 反而损失了无数神帝 皇者之心 这都无所谓 反正这个混沌纪元的大劫 不久之后就要到来了 神族所有的人都要死掉 除了天军之下 都得灰飞烟灭 下一个纪元 你们又得重新衍生缔造 方寒白白手 话是这么说 不过你们纪元门的情况也一样 不是天军的人物 也在天地大破灭之时都要死了 你难道想一一保护着他们不成 就算是先王都没有这个能力 这也无妨 我早就利用无上道术 把他们的所有灵魂记忆 都储存在我们的神国中 就算是这一个天地大破灭 他们死了 我在下一个纪元中 可以把他们重新克隆地造出来 我吞了时光之主 掌握了无上克隆之道 方寒神色一点都不动 天飞雾魔笑了笑 科技文明之中的克隆之术 不顾克隆出来的人 却是另外一个灵魂 好了 这一个天地大破灭之中的事情 还是先解决得好 我知道你纪元门这次 恐怕要面临真正的毁灭 你来到神界 是和我结盟的 还是来寻找终结圣王的 当然是来结盟的 也是来见一见终结圣王的 天飞雾魔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 不准备带我到你的神族 真正的核心之地 始祖诞生之地去吗 方寒 纪元天君 你自从出世以来 一直杀戮我神族提升修为 现在死到临头 即将遭受天庭 真理圣地 和启元王朝的围攻 却又想起了我神族 想和我神族联盟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突然 一个炸雷般的声音 从滚滚虚空中传递出来 什么人 敢打扰本座说话 活得不耐烦了吗 本座死到临头 谁敢说这样的话 本座就先让他死 天庭算什么 他们要杀我 我随时可以抽身而走 到时候各个击破 方寒听见这个声音 目光陡然一寒 大手一抓 不止奇震 撕裂苍穹 整个神界都遭遇了天塌地线一般的波动 几乎是要毁灭 许许多多的星球都一下动摇起来 方寒的气息刹那间传播了横河杀术一般的未面 千百亿的星球上居住的所有神族都同时跪了下去 几乎是瞬间就压迫得无法动摆 方寒一手真正是遮天蔽日 一大片的虚空被直接撕裂了 其中一尊高大的人影晃动了一下 是一尊远古神帝天君 这天君身材高大魁梧 掌握乾坤的天地一般 但是面对方寒的大手抓来 眼神之中显现出了一丝震惊 双手连飞狠命地击了出去 两掌在空中碰撞 神帝全身衣服都炸开 身上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裂痕 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把星空都染红了 李诗天 这次看在天飞乌魔的面子上 饶你一命 要不然我就活生生地吞了你 我能够吞掉魔界的诸多魔主 也一样能够把你吞吃掉 说实在话 我这次来到神界和你们结盟 是有了足够多的耐心的 要是平时的我 就直接杀戮神界 全部吃了你 夺走世界之术 还用得着和你们在这里结盟周旋 方寒的身躯上气息一波强过一波 似乎就要动手杀人 那个说话的神帝 是神族中的七大神帝中的帝氏天 也是天飞乌魔的丈夫 不过这个丈夫却不占主导地位 在神族之中 地位起码比天飞乌魔要差一个机品 帝氏天瞬间就在方寒手上吃了大亏了 他的修为的确强横 可以比得上春秋之主 不过在方寒面前却走不过一招 帝氏天脸色血红 发出了长笑 方寒 你灭亡在即 还想和我神族结下仇怨 你真的是找死啊 任力天 夜魔天 化玉天 你们都出来 一起围攻 杀死此人 夺走他身上的诛天神物 他身上有天葬之官 风禅祭坛 远古圣堂 不错 纪元天君 你太嚣张 你来到神界是来结盟的 还这样嚣张 难道真的想被灭门 既然他想被灭门 我们就成全他吧 进入了神界之中 居然还这样的胡闹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难道真的修成了先王不成 简直笑话 神界之中 容不得你撒野 方寒 你既然来结盟 是处于弱势 就应该放低姿态 好好地哀求我们 拿自己身上的诛天神物 换取我们的结盟 我们性情好 也许会帮助你打败天庭 还让你们纪元们 成为我神族的附庸 一道道的光环 强烈的声音显现在了空中 在天妃乌魔的背后 又出现了六尊无比强横的神帝 除了帝氏天之外 另外神族的远古神帝 天君级别的主宰 全部都降临了 任力天 化玉天 夜魔天 自在天 扶摇天 悠游天 七大神帝的力量翻天覆地 联合在一起 几乎是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势力 那大势力滚滚向方寒逼迫过去 可惜的是 连方寒半点一脚都无法先动 天妃乌魔 你真的要让我大杀一场 方寒丝毫不看七大神帝的力量 而是眼神直叮叮地看着天妃乌魔 我一出手 这神界就要全部崩溃 你们七大神帝 起码也要死一半 而我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强 你以为我这次真的是来结盟的吗 要不是看在终结圣王的面子上 我就一个个地偷袭 把你们神帝全部杀死 吞噬之后 照样可以增加法力 把我的力量 推到谁都无法抗衡的境界 方寒 你 你太嚣张了 不杀他 我们神族的尊严何在 我们神族 是竹天万劫之中最高贵的种族 一定要杀了他 他居然敢这样的威胁我们神族 干脆我们现在就去进攻纪元门 把他灭门 第2398级 神界的嚣张 终 不错 先借助诸神的力量将他封印 然后去灭了纪元门 当着他的面 把他的门人一个个地砍头 在九幽地狱之中 接受最为痛苦的煎熬 永远折磨他们 七大神帝杀气腾腾 随时都要动手 他们都用意念沟通天飞乌墨 只要这位教化圣王一动手 就联手起来 和方寒拼杀个你死我活 天飞乌墨 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一旦动手 终结圣王的情分也就没了 我将不会再留守 彻底颠覆整个神界 希望你到那时候 不要后悔 方寒身躯一动也不动 语气冰冷 字字都如金石一般 看天飞乌墨的态度 谁也没有料到 方寒会这样的强势 这次方寒来到神界 七大神帝 天飞乌墨都知道得很清楚 是因为天庭 真理圣地 起源王朝等诸多人物 要围攻纪元门 彻底灭杀方寒 所以才会来到神界求结盟 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甚至天飞乌墨 还和神界七大神帝 另外一些神族的天军 开了一些会议 神族最为厉害的是三大圣王 其次的就是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每一个都活了很多纪元 当然 除了帝师天导人之外 还有一些新晋的天军 神族天服异禀 每一个纪元都人才辈出 正因为这样 神界才是诸天万界中 仅次于天界的存在 就算是什么法界鬼界武界 都根本没法相比 神族的这些高层天军商量 如果方寒来到神界结盟 应该怎么谈判 总之 不会就这么白白和方寒结盟的 替他抵抗天庭的 甚至 神族七大远古神帝还一致同意 让方寒让出一部分的诸天神物 来换取自己不被天庭所击杀 谁都知道方寒身上有大批诸天神物 每一件都是震撼乾坤的质宝 先王倾尽心血锻造的神器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敲诈一下 那也太愚蠢了 方寒现在是处于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神族的每一个高层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所以这次方寒一开 就准备立刻让他臣服 然后狮子大开口 准备敲诈勒索 可惜的是 方寒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他手段强横 语气也是强横得一塌糊涂 似乎是神族不答应还不行 这就让七大远古神帝 个个杀心大气了 恨不得立刻就干掉方寒 斩杀他在神界中 远古七大神帝 个个都是经历了无数大场面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样一位肆无忌惮的 在自己即将生命垂危的时候 还要威胁盟友的人 方寒 纪元天君 你的怒火稍微熄灭一下 天妃乌魔目光 止住了七大神帝的怒火和煞机 慢条思理地说 你今天来到这里 是和我神族结盟的 如果再这样蛮缠 那恐怕得不偿失 买卖不成仁义载 如果一意孤行 鱼死网破 那恐怕谁都不愿意 哦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方寒站立不动 扫了眼在场的所有人 天妃乌魔的脸上笑了 他屈指一弹 顿时整个神界变化 时空流转 一座巨大的殿堂升腾起来 悬浮在空中 可以俯视神界千百亿万的星球 在这神殿之中 万章王座凭空显现 这就是神族的万神殿 万章王座 代表的是天君大位 传闻之中 神族亘古长存 每一个纪元都会诞生一些天君级别的高手 一直这样长存下去 总有一天会诞生上万名天君出来 当万神殿之中 每一尊王座上面都是天君的话 神族真正的辉煌就会来临 方寒精通神族的一切典故 知道这个万神殿的来历 不过 他对于神族诞生上万名天君 也是嗤之以鼻的 天君并非不死的 每一个纪元中 神族虽说可以诞生天君 但是也有天君会死亡的 现在万神殿助力着 方寒就看到 天妃乌魔坐在一个巨大的王座上 其余的七大神帝分别罗列两侧 而其余的王座空空如也 不一会儿 一些零零散散的四十多个天君 也降临到万神殿中 端坐在王座上 这就是神族的所有天君了 天妃乌魔加上七大远古神帝 一共八个 除此之外 还有十二名其他的神族天君 法里有的好像火界之主 有的就和湛王天君 苗栗天君 皇甫彼岸相差不多 也就是说 神族加起来 一共有二十位无上天君 这的确可以说是震惊天地了 颠倒乾坤了 就算是和天庭一比起来 一见三十三天至宝 就相当于三十三尊天君相比 这祖座二十名的无上天君 也几乎是可以镇压一切了 谁都没想到 整个神族居然有二十尊的天君之多 不愧是诸天中最强大的种族 地势天冷冷的 这是我们神族最高会议召开的地方 万神殿 现在我们神族所有天君 都聚集在这里了 方寒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我们可以商量大事了吧 神族中的许多天君 端坐在空旷的万神殿中 都把眼神积射向了方寒 有的窃窃私语 有的面无表情 有的暗自冷笑 有的杀气腾腾 不过方寒扫了眼 这些神族的天君 除了远古七大神帝之外 都法力稀松平常 一大部分都是苗黎天君 或是福生 何图天君那个档次的存在 整体实力 还不如天庭五大天君 和三十三天至宝 联合法界之主等人强横 第2399集 神界的嚣张 终 商量什么大事 我这次前来 第一是和神族结盟 一起攻打天庭 第二 就是要神族的世界之术主干 为我增加修为 方寒眼神扫射了 神族所有的天君眼 直接提出了要求 任立天说话 结盟可以 不过你要付出代价 至于要世界之术的主干 那是痴人说梦 方寒 就算是结盟 你也得要先付出一件 诸天神物为代价 要知道 你以前和我们神族 可是敌人 不知道杀了我们多少族 这样 你把你的天葬之官 风扇祭坛交出来 交给我们神族作为补偿 同时 纪元们整个门派上下 给我们神族为附庸和奴隶 就好像是当年的魔族一样 这样我们神族 还有可能为你们 纪元们对抗天庭 任立天是一个模样 五十多岁的神帝 头戴皇冠 手握大权 一出口 就简直是漫天要价 提出了根本不可能 答应的事情 哦 要我的诸天神物 同时还要我 纪元们上上下下当奴隶 方寒目光一寒 任立天 就凭你这句话 你就必死无疑 我会把你抽筋扒皮 熬炼神油的 大胆 方寒这句充满了 火药味的话一出 立刻在场的诸多天军 神族都几乎是差点跳跃起来 杀气腾腾 每一尊天军 都几乎是要立刻就要动手 把方寒杀了 尤其是任立天 双眼几乎是比刀芒还锋利 一下子站立起来 我看这件事情 也没有必要谈下去了 我们神族兵发纪元门 先铲除了这个毒瘤再说 方寒 你也太嚣张了 也好 我就来领教领教你的法术 看一看 你到底有什么资本 在我神界之中嚣张 一尊神族的天军说话 这尊天军是一个年轻人 身穿紫金色的斗篷 身躯如山一般的高耸 傲气凌云 对 独孤天军 你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纪元天军方寒 一个新晋升的天军 竟然敢当我们神界滋事挑衅 简直大逆不当 不错啊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手段 哼 此人是失心疯了 在我们神族万神殿的会议之中 还敢如此的说话嚣张 这次不管怎么样 他都出不了万神殿 当然 如果愿意做我神族的奴隶 磕头认错 那还是可以饶他狗命 神族的诸多天军 都对着方寒释放出了血淋淋的语言 怎么 你们是都想死了 方寒端坐不动 冷冷看着那个神族的独孤天军 在他的眼中 这个独孤天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招就可以杀死 他在暗暗地酝酿着 天妃无魔 最终做主的还是你 你说一个要求吧 让我们神族免费做你的盟友 对抗天庭那是不可能的 最少需要一件诸天神物 或者鸿蒙殿 天葬之官 风扇祭坛其中任何一种 当然 远古圣堂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神族好大的口气啊 方寒不动声色 也不是好大的口气 而是看准了你们纪元门不久之后 就要灭门的下场 而且 我这里分别有两封信 你看看吧 是龙界之主和佛界之主分别来的 他们邀请和我们神族合作 也进攻纪元门 最大的原因就是龙界之主 要你身上的八部浮屠 你的八部浮屠是圣品仙器 居然领悟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这让龙界之主寝食难安 还有 你属下的风白雨是世家天君转世 也令得佛界之主夜不能寐 这么说 我纪元门是真的在诸天中都是敌人了 方寒看着那两封信 也不过去接 他已经知道那两封信中是什么内容了 不错 纪元门危在旦夕 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帝氏天长笑 看着方寒阴沉的面孔 很解气 不过这一切 我们神族都可以给你化解 交出一件诸天神物 当然 你还要交出风白雨 八部浮屠 我们神族做中间人 让佛界龙界和你们化解仇恨 这样就一举两得 这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 不错 自在天说话 本来我们神族是准备趁着天庭攻击纪元门把你击杀的 不过 看在终结圣王的关系上 就留你一条性命 你不要得寸进尺 一件诸天神物 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了 这么说 结盟的事情是没得商量的 方寒冷漠地听见一个又一个神族天军提出条件 气息越来越沉静安宁 祥和而沉稳 似乎这些条件和自己无关 天非乌魔最后一锤定音 我们神族的最低底线 一件诸天神物 才能够帮助纪元门 对抗天庭 否则就爱莫能助了 至于最后 你和龙界佛界的事情 还要看你能不能够出得两大门派的足够价格了 正好 龙界佛界的两位使者 青天古佛之主 龙界的盘龙之主也来到了这里 在神族深处做客 就一起请到万神殿之中 和纪元门商量一下结盟的事情 第两千四百集 神界的嚣张 下 说话之间 天非乌魔对帝诗天使了个眼色 帝诗天站起来长笑了一声 青天古佛之主 攀龙之主 你们两位贵客 都来到万神殿之中吧 纪元门方寒来访 商量大事 你们也来见一见 一起商量弓手 嗡的一声 第十天的声音传播了出去 经久不息 过一会儿 空中就传达出了迷迷佛音 随后 一尊强大的佛陀降临到达这万神殿 一尊王座上 龙情虎步 虚空生化 气息非凡 法力居然足可以比得上春秋之主 这就是佛门之中 一位主要的人物 古佛之主 除此之外 强烈的龙溪传递而来 一尊龙族天君降临到这里了 这龙族天君双目如金 眸子中全部都是道道神光 土溪中 虚空中一片片的龙林符文 几乎有一种把虚空转化的感觉 这就是盘龙之主 佛界龙界的使者全部都到齐了 这次谈判的场面极其浩瀚 神龙佛三界奇聚 都是为了挂分纪元门来的 帝诗天指着方寒 青天古佛之主 攀龙之主 现在纪元门主就在这里 八部浮屠也就在他的身上 你们可以向他提要求了 世间自在 青天古佛之主看了方寒眼 双手合十 宣了一句佛号 佛门的佛号 都是世间自在四个字 代表着世间自在 王佛的尊敬 纪元门主 听说释迦天君 已经苏醒了元灵 就在你的纪元门之中 可有此事 不错 有这么回事 怎么 你们佛门想把他 重新迎回去 当佛主吗 方寒眼神一翻 释迦天君 乃是我佛门叛逆 罪大恶极 那善恶进王佛 就是因为他而堕落疯狂 失去自我 现在还在镇压在佛狱之中 所以我们佛门 也要把世家天君 这个佛门败类 押回去审判 希望纪元天君你 能够交出这个佛门败类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们佛门 也要发怒 攻打纪元门了 青天古佛之主的声音 好像诗吼一门 阵阵威严 降服百兽 雄师为佛音 不错 放寒 我们龙族也对你 非常的不满 八步浮屠 是我们龙族的 禁忌之宝 谁都不能够祭恋 你不但祭恋了 而且还胆大包天 居然炼制成了 圣品仙器 这是挑战我们龙族 至高无上的灵袖 八步之主的无上龙威 寒龙之主脸色也是十分的严厉 则问道 交出八步浮屠 我龙族立刻离去 不管你和天庭的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还要一起攻打你 把你几元们直接扼杀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相比你十分的清楚 希望你好自为之 这么说 你们佛界龙界 都是来打秋风的 连合作都不说一声 就想把 风白雨八步浮屠 统统拿走 也不替我抵挡一下天庭呢 八步浮屠 世家天君的转世之身 本来就是我佛门龙界的 理应归还 这是义务 还有 我们不去攻打纪元门 已经是对纪元门的 最大帮助了 清天古佛之主说 方寒 你想让我们佛门和龙界 为你抵抗天君 这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这是另外一桩生意 你身上有诸天神物 我们也必须要一件 神族要鸿蒙殿 我佛门要风禅祭坛 龙界可以要天葬之官 怎么样 不错 方寒 这就是帮助你 寄云门的条件 寒龙之主 正中其事呢 交出八部浮屋 我们龙界可以补锦宫你 送我们龙族 天葬之官或者是 诸天神物之中的任何一件 我们龙族才能够帮助你 方寒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上 这个道理 不知道你懂不懂 你还能够活许多个纪元 只要不死 总是有机会 交出诸天神物 换取我们的感情友谊 在每一次天地大破灭之中 永生之门都会出现 你也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神物 再度塑造强横的法宝 何必留恋这些神物 而导致自己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呢 天妃乌魔声音睿智 如果我不答应 方寒与其平和淡淡地说 不答应 不答应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今天就彻底陨落在这里 神祖主 那个独孤天君说话 声音冷酷直接呵斥 气势汹汹 简直是在用语言来羞辱 方寒 你不答应 所有的诸天神物都是我们的 当然你答应了 也是我们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而且你刚才对我们神族不敬 必须要跪下来道歉 让佛界龙界的人作证 以后机缘们上上下下 做我们神族的附庸和奴隶 才能够彻底地存活 没有错 又一尊年轻的神族天君点头道 机缘门的错误 必须要永生永世做奴隶 才能够弥补 没有第二个选择 镇邪天君说的是 我乱痕神族部落完全同意 机缘门的所有弟子 从士族之中 就不知道杀了我们多少神族 最大恶极 不杀死 不能够平息诸神的怒火 依照我看 不要他们当做奴隶 所有的神族弟子 必须要被我们神族的高手炼化 吞噬 留下方寒一人 我们才能够勉强让他赎罪 这个主意好 我们实现神族同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